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相当贴心的一边提醒粉丝不要拥挤注意安全 一边用手轻拍马儿的颈部不断对其进行安抚 真真是古装戏拍多了和马儿都能当朋友了 暖裤了一票粉丝有没有 而他也笑称骑白马参加发布会还真是第一次 同时也不忘感慨自从先进旗下转以来 自己经历过车祸这样的人生坎坷 十分感谢这十年起伏粉丝们的不离不弃 只不过感性的话音还没落 他就变身萌boy填起了手指上的蛋糕 这画面真是美得让粉丝直掉泪呢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也不一定是唐僧 还有可能是苏兄 就在昨天最近因为伪装者和狼牙榜 人气正火爆的胡哥现身宣传自己的新作 身穿帅气西装的他身骑白马而来 一秒钟从苏先生穿越到现代 有了王子的即逝感 而现场粉丝尖叫声不断 似乎让马儿有些受惊 胡哥则相当贴心的一边提醒粉丝不要拥挤 注意安全 一边用手轻拍马儿的颈部 不断对其进行安抚 真真是古装戏拍多了 和马儿都能当朋友了 暖裤了一票粉丝有没有 而他也笑称骑白马参加发布会还真是第一次 同时也不忘感慨 自从先进旗下转以来 自己经历过车祸这样的人生坎坷 十分感谢这十年起伏粉丝们的不离不弃 只不过感性的话音还没落 他就变身萌boy填起了手指上的蛋糕 这画面真是美得让粉丝直掉泪呢 赶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